上周外资净流出80个亿 聪明的资金持续跑路 难道说好的牛市还没来吗 11月12号星期日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股邦 股市早播报 美股强势反弹 又回到了两个月前这个位置 三大指数上周五全线上涨 中概股也只跌上涨了0.46% 那下周A股也该跟涨了吧 我们先看看盘面的细节 首先看上证指数 这是15分钟走势图 30分钟 60分钟 90分钟 甚至120分钟级别 包括日线 序列通通出现了重排 那周线呢 周线还在序列的小低点 这不是序列低期吗 另外我们再来看上证50指数 上证50指数也是15分钟 30分钟 60分钟 包括90分钟 这些东西都是序列重排了 120分钟 现在是序列的低期 周线级别也在序列的低期 再来看科创版 30分钟序列小低点 60分钟开盘序列低9 90分钟也是个小低点 包括120分钟 包括120分钟 这不还在序列的一个小高点的范围之内吗 那位说这个高9 对它压制是不是挺大 对呀 那再来看周线级别 周线级别 现在是序列的低期 这不是小低点吗 那总结下来就是 大小周期不协调 再来看深层指 深层指先看15分钟 15分钟 30分钟 60分钟 包括90分钟 甚至120分钟 乃至于日线级别 都出现了重排 没有序列 而周线级别 在序列的低点小期 这不是序列的低期吗 我们再来看创业版 创业版也是 15分钟 30分钟 60分钟 90分钟 在这序列都出现了重排 甚至120分钟 还有日线级别 序列也在重排 那么周线级别呢 周线级别 这是属于细序列的 低9范围之内 那大盘从10月23号 2923点 这个低点开始反弹 已经周线三周连续反弹 这不是周线三连扬吗 上一周啊 这个位置周线图 这是一个假阴线 因为这一周 我们还涨了0.27 这不是假阴线吗 那么大盘下周怎么走 我们怎么应对呢 由于时间关系 我把它放到今天的中午 有一个策略会 主要讲 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 喜欢的可以加关注 我发视频 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了 再说国外消息 首先是巴以冲什么图 还在升级 你看 以那边报了 媒体报的啊 说已经控制了加沙 而且 说这个军事什么行动 要持续一年呢 你看对此 沙特王储出来了 说坚决反对啊 以军的那个什么行动 那再说 德国大佬 说承诺呢 要长期增加军费的开支 你看看 问题在发酵 那好 再说高盛 预计美元明年呢 可能要走弱 但是说美国的经济 很坚挺 可能对这些个走弱 会缓解他们的一些个 下跌的趋势 那好 再说上周五 隔夜的外盘啊 美股通通上涨 你看 道指涨了是1.15 美股道指涨了1.15 并且全周上涨了 百分之0.65 纳指也是上涨了 2.05 全周大涨了 2.37 包括标普 周五的时候 也上涨了 1.56 这一周上涨了 1.31 我们中概股啊 周五的时候呢 只跌反弹了 涨了0.47 你看 欧洲那边 还在跌着呢 原油 现在是77美元 黄金 1940附近 那位说 这不水杯大妈 赔钱了吗 那这个黄金 波动很大的 再说人民币 7.285 人民币 还在贬值的高位 那再说 香港恒生指数 周五跌了 是0.33% 恒生科技 周五危涨 0.08 北上资金 这不是竞卖出 48个亿吗 周五 敌王 戈尔 长安 分别流出 3亿2亿 江淮竟买入 3个亿 下周呢 央行 有12500亿的 逆回购到期 同时 还有8500亿的 这个麻辣粉 也到期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市场上 大概要抽血 21000亿 看看怎么应对 那两市融资余额 1.57多万亿 这是持续增加 如果这个融资余额 到了16000亿 甚至18000亿 那时候大盘就涨起来了 那再说咱国内消息 首先呢 我们国家 大佬要赴美举行 两国的元首会晤 同时参加 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 第34领导人的 叫非正式会议 这个呢 看看人们都讲了吗 有的人在说 说这个 我们的跟那边的 大洋彼岸的 这个经济关系 还有什么什么关系 说是不是来了一个 鬼点呢 看看吧 那好 再说金融监管局 说叫促进金融 和房地产的良性循环 积极配合 化解地方各种债务的 叫风险 化债还是第一要务 那再说住建部 房地产方面的事说了 说认房不认贷 包括降首付比例 还有降利率 这个政策呢 措施现在已经 实施到位了 并且呢 效果正在积极的显现 效果很好 那么房地产市场 未来持续的发展 仍然有坚实的这种支撑 那么解决好新市民呢 还有包括年轻人的 住房的问题 这是大事 让他们呢 说表述嘛 放开手脚 去为这个美好的生活 去奋斗 是啊 人家叫房屋一间 地无一笼 不行吗 如果都有了 那不就好了吗 那都开始 拽开绑子干活 那好 再说 护身交易所 关于修订 转融通的指南 说叫坚决杜绝 那种高领式的 装控的 装控的 赌注 那再说 民政部 说今年前三个季度 全国有将近 570万对 新人登记结婚 同比增长了将近24.5万对 那位说 这人口红利 是不是又要来呀 也不是 这个人口出生率 不在下降吗 只有结婚的多了 那个时候 出生率 才慢慢的能那个 那再说 工信部 引导外资 叫投向 先进制造业呀 还有这些个新型的 还有新高 高新的 这些技术产业领域 这是关键 那再说 新疆自贸区 实验区啊 卡什片区 正式接牌 首批入住的 就是35家企业 那再说 到明年元代开始 这个四川呢 实施医保 全省的一个统筹 省级的 这个来了 再说 我们国家登记 注册的 就是华商企业的 这些个轮船 现在是18.5万艘 我们的吨位 全球第一 这个呢 是很多年了 不过这个呢 吨位这么大 现在呢 这个方面 航线的价格 看看 又有点一抬头 是不是他们呢 都赚的盆满钵满呢 看看情况 再说 12个大型的城市啊 气温已经预测出来 说是今年下半年以来 这创出了新低 而且未来还是这样 你像一些 供暖 供气呀 供热呀 这些东西呢 都拿到了一个手绕 包括煤炭 你看现在这煤炭 人们说是啊 那供暖不还是以煤为主吗 所以这个煤炭 还有电呢 是不是都得抬头了 再说华为 发布了两百万的悬赏令 啥意思 这个关系到数据储存领域的 就是两项啊 那么 重赏之下 有勇服 目的就是呢 开更好的东西 更高端的东西出来 那好 也说个爆雷的 十二家百亿私募年内啊 已经亏损超百分之十 包括有私募魔女支撑的 雷雷嘛 哎 说业绩呢 也那个了 那好 以上就是咱早不报的主要内容 大盘 下周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 时间关系 我把它放到中午 我有一个策略会来讲 我是古邦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发视频 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了 朋友们 我们中午的下周策略会 见